打一个help它其实也会出来 help 里面的话 enter 它会告诉你说 在DOS 里面有哪一些指令有support 这些都是可以用的 包含怎么样 你要复制档案 删除档案 命名档案 或者是等等 其实这边都有 以前我们就利用这个写P字档 可以做很多档案处理 比如说你要什么转档 或者是做一些 一些档案的翻译等等 其实都有support 只是说要怎么去应用 我想你们可以想想看 延伸出去多一个资源 也就不一定是说 你只有单一个方法解决问题 反正我就想一个 对我来讲最简单的 而且不用花很大力气 如果之前有做过的事情 你就可以把它 两边就可以合在一起 不用说重新又想一个新的 永远都学新的 OK 好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用刚刚的方式 踩那个DIR 然后把它读进来 那另外的话 一边读一边合并 最后合并完成 但是这个方法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如果你每一次 你都要先办自动的 先怎么样 在这边先打一个DIR输出 每次都一定要做 才有办法 而且有些同学可能对DIR斜线 斜线B有时候忘记 然后输出DIR 如果你这个没有做的话 那它就没有办法work了 也就是一定要先产生这个DIR 它才有办法做后面的 特别说 这个打这几个字虽然没什么 但是打错一个字都不行 斜线B OK 因为我们以前 在没有windows的时候 就是只有dose 就只有打指令 所以其实打得还蛮熟的 以前每天都在打 OK 那如果你不熟的话 可能把它稍微记一下 那如果说假如你想说 我希望要全自动 我不要这样做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帮我把某个目录的 里面所有的档案告诉我就好了 那你要想说 在Python里面有没有内建的 内建没有 所以你要引用 引用一个模组叫OS 那OS里面的话 它提供很多方法 那我这边有列一个清单 所以你们可以往下选动 这边的话 它有一个OS的模组 这个模组里面的话 它提供了蛮多 我有用黄色把它mark起来的 其实就是我们需要用到的 包含什么呢 包含就是像什么 OS.Walk 有没有 它可以帮你把类似DIR的功能 它可以帮你什么 把你给它的 所以你OS点Walk 刮符 你要给它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的话 就是那个目录所在的位置 要是完整的路径 所以可能C 冒号斜线的什么目录 反正你告诉它一个目录 那它会给你什么 给你三个东西 第一个的话 会跟你讲说 这个目录 它的那个LUT 就是它的根目录的位置在哪里 其实它等于有点重复 就是你给它的 它又丢回来给你 那第二个的话 就会跟你讲说 那个目录里面 有多少的资料 纸资料夹 因为目录里面还有纸目录 OK 它只有讲纸目录 第三个它会给你什么 给你那个里面有多少个档案 好 那我们要怎么做 所以OS点Walk怎么用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另外的话 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其实我们刚刚还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在执行O.TN 就是合并之后 因为是A模式 所以你再执行一次的话 假如你没有把O.TST给删掉 它会一直合并 会变档案会越来越大 如果我刚刚这样RUN 你会发现 在RUN它不会有错误 在RUN它不会有错误 但是问题就是说 它的这个档案会越来越大 253的 你再RUN 再跑一次 它档案就变300多 为什么 因为它是A模式 会一直串在下面 那理论上应该正 正比较正确的应该怎么样 就是如果你RUN一次合并的话 应该先检查什么 根木屋里面有没有一个O.TST 如果有的话 先怎么样 先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 再帮我合并出去 否则的话 如果我每次又把它丢到下面 那档案一直不断膨胀 那就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 知道说根木屋里面 有没有O.TST 还有如何把它删掉 其实呢 都必须仰在哪一个呢 仰在我刚刚讲的这边 检查 某一个路径是否存在 有没有 OS.PASS 里面有个Exist 那你只要给它什么 给它一个 路径的某一个档案 它会帮你Check一下 有没有这个 如果有的话呢 那我们要把它删除 那怎么删除呢 这边有一个什么 删除档案 OS.REMOO 所以基本上 透过这两个方法 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 OK 那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们检查是否存在的话 那我可以用if if always.pASS.exist 然后把那个 O的完整路径给它 那它Check一下 如果True的话 有 那就怎么样 把那个东西给删掉 OK把那个REMOO掉 所以你可以写在开头的地方 这个我想请各位 待会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OS.WALK 这个怎么用 特别注意 其实OS.WALK还蛮简单的 那不过呢 如果说我今天 我不要DIR 也就是我第一个 我先把这两个先删掉 OK 我不要DIR 就是25个档案 那第一个我先把这个 注写掉好了 也就是我今天不要透过 半手动的 我要全自动 但全自动的话 你要学会 OS.WALK 那使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第一个 因为我们那个OS 必须要额外把它汇入 所以一定要input input OS 因为它在外部 已经帮你装好了 但是没有帮你引用进来 第二个的话呢 Enter过之后 我要怎么样 利用OS.WALK 帮我把某个目录里面的 所有的档名跟副档名 全部帮我抓出来 那使用的方法特别注意 全部抓出来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还是需要用 FOR回圈 FOR 那它会丢三个东西给我 第一个的话 我刚刚讲过 根目录 ROOTS 所以你第一个 先打一个ROOTS 逗点 第二个是里面的所有纸目录 我用DIR OS 这个名称是自己取的 不一定要叫这个名称 逗点第三个呢 所有的档案 Files 我取这个名称 空一格之后的话 你打一个in 有点像那个 for i in 有点像range 但是后面不是打range 你打什么 OS.WALK 刮护一下 然后双引号 不打没关系 我们里面的话就跟他讲说 哪一个目录 那我直接拿刚刚这个好了 因为这样的话比较快 直接拿这个布置过来 一样加R 因为这个后面我没有做串接 所以我后面的话呢 我就直接在后 记得加一个后双引号 OK 意思就是说呢 在这个里面呢 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 就是目录跟档案 他有的话就帮你把它丢过来 而且丢过来是一个串列 记得 因为这个for的下一接 请你把后面东西按个TAB键 让他往下一接 意思就是说 先帮我抓 那个所有的东西 WALK的这个目录里面的 所有的档名 跟副档名放在这个File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分别针对 他里面的档案做处理 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们只要把什么 把这个File 把它原来是List1 或者干脆的 干脆上面这个 把它改成List1算了 这样就什么都不用改了 这样就OK了 他会帮我 OSWALK会帮我把这个目录里面的 所有东西丢到这里面来 丢成什么 一个串列 那你当然for 虽然我们是跑for围圈 不过他基本上只会跑一次 就是丢一次而已 但是他一定要用for的方式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其他的地方 基本上都完全不用更改 只要用这个方法 就完成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 OSWALK来 读取某个目录里面的 所有的档案的话 第一步 我就把刚刚的 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注决掉 第二个的话呢 用Input OS 然后记得 这后面的话 如果你要用 OSWALK的话 记得用for围圈接写 然后呢 把三个东西读进来 读到前面 再把下面这些东西 把它按个tap 让它下一些 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我来试一下 基本上这样就OK了 那跑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执行 OK 好 这样就合并完成 看一下底下 打开 基本上 里面的东西呢 也完全就跟刚刚是一样的 全部合并在一起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我刚刚提到 OSWALK 试试看 另外的话呢 顺便也试着 利用那个OS.pass.adis 去检查那个 O有沒有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那怎么样 就把 那个O先删掉 再重新产生 这的话永远都会是 合并模 就是一直在 把那个新的data 放在后面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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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